我们怎么把维师学跟念佛法门结合 其实维师学跟净土宗关系是很密切的 净土宗他强调好乐净土 皈依弥陀 这两块也是思想 其实净土宗在所有宗派里面 他最有关系的就是维师跟天台这两块 他也重视思想 何以见得 看偶异大师的弥陀要解就知道 偶异大师在前言 第一句话讲到 往生与否 在信愿之有无 品位高下 在驰名之浅身 就是你今天会不会往生 完全是你的思想 你的心理素质 至于你往生以后 你的品位是上品 中品 下品 那就是你的业力了 你修了多少福报 你的善业力有多少 所以净土宗他是强调 随面往生 他不是随业啊 所以也就是说你今生是不是往生 跟你对净土的好乐 对名号的皈依这种思想建立起来没有 所以为时学是重思想 重第六意识的思考 净土宗也重视思想 净土宗的修学 重思想 而轻业力 当然你不能造重大的业力 因为你造了重大的业力 临终你很难受的 你业障现前的时候 你很难保持正面 所以净土宗对待业力是事断一切恶 但是对于修善度众生这一块 不是非常强调 随远就可以了 但是对断恶它也是很强调的 所以我们如果学了为时以后 你善用第六意识 对净土宗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怎么样 把为时的这个第六意识的思考模式 把它运用到净土宗呢 就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第一个 我们可以归纳成一种信仰式的念佛 从为时的角度 思想的改造 第一个就是改造你的信仰 你信仰不改变 你的思考模式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以前有一个很严重的错误的思想 就是贪念缩婆 不乐净土 这是一个错误的信仰 我们对于缩婆世界太过于贪恋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缩婆世界的真相 不乐净土 虽然十方诸佛创造很多美好的世界等我们去 但是我们谁也不想去 所以这两种信仰你不改变 你净土法门就没办法走下去了 所以为时学它就是名言 你要建立一套新的名言分别 我们以前的思想 是活在自己的妄想 就是我们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 我们可能小时候 曾经有一些什么生活经验 有遇到某种人 碰到什么事情 那么我们的心取到一个影像 这个影像可能给你极度的快乐 也可能给你极度的痛苦 总之给你一个终身难忘的感受 然后你这个影像 就把它牢牢地给catch 抓住不放 就是心有所助 那么这个影像就影响你的信仰 所以我们一般人很少很平静地去看外在的世界 很少 也就是说你从小到大 可能是你前生累积很多的影像 这个影像会给你一些概念的 所以我们就是心随旺转 我们宁可相信我们心中的影像 这种片段的不全面的影像 给我们很大的误导 比方说娑婆世界 诸位认为娑婆世界是如此美好吗 当然它也有美好的一面 但是总向来说 它痛苦多于快乐 这是事实 只是我们今天在付出痛苦的时候 我们心中总是存着 哦 这个痛苦可以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所以我们痛苦 我们愿意去忍受 你从小读书 长大以后工作 其实我们付出很多身心的痛苦 辛劳 诸欲求实苦 追求的时候辛劳 得时多不畏 得到的时候 你心中也是战战兢兢 你很怕失掉 如果真的失掉了 你就又失时怀忧恼 所以一切无乐时 所以娑婆世界它所有的快乐 都来自于一种不安稳 娑婆世界没有一个人有安全感的 说实在的 因为你知道这个快乐是不坚固的 就算你今生不会失掉 你死亡到来的时候 你要全部的破坏 所以我们生生世世的轮回 我们今生在这里投胎 好不容易把环境适应了 结果死掉以后 业力把你飘到非洲去了 甚至于你造了罪业 业力把你带到蚂蚁的果报去了 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的轮回 我们永远在适应环境 好不容易做一个蚂蚁 我也习惯了 你死掉了 来生变成一只狗 就是说生死疲劳 你只要不离开轮回 你人生永远没有安全感 娑婆世界没有安全感这回事 因为它是一个无常动荡的环境 因为你大环境是动荡的 你就不可能安静下来 这就是佛陀要我们离开轮回的原因 因为你太没有安全感了 所以我们以前对娑婆世界的好乐 是错误的理解 我们看到的娑婆世界的片段 可能你看到的娑婆世界 某一种美好的东西 所以你喜欢了娑婆世界 你愿意继续轮回 但是我必须提醒大家 你看到的美好的人士 只是一小片段而已 你没有看到娑婆世界的全貌 所以你做出了错误的选择 佛陀出世以后 当然第一个讲到苦地 他的第一个就是无常 娑婆世界对我们的伤害 来自于佛陀说的欺狂性 他老是欺骗我们 你看魔术师 佛陀经常用如梦幻泡影 这魔术师一下子变成一个兔子 兔子变久了 也就习惯了 诶 这个兔子没了 现在变成一只猫 所以它就是一种变化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第一个 改造我们的一种 贪恋娑婆的信仰 你必须告诉你自己 娑婆世界 不是一个很好的安住处 那么这是第一个艳丽娑婆 第二个星球极乐 我们离开了娑婆世界 应该去哪里呢 所以我们就必须对净土有所了解 其实我们以前不好乐诸佛的净土 主要是因为我们不了解净土 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去过净土 所以你这个就必须要学习了 你必须从经典里面 透过佛陀的开导 从他所设立的这种文字相去学习 作词词 得点词 得点窗